杨蜜一直都这么耿直吗 在出席活动时 作为主持人的张大大 想和她握手 却被无视 能跟大大哥合作很开心 能跟蜜姐姐合作很开心 虽然蜜姐姐在采访的时候说 张大大是谁啊 我根本不认识她 所以现在第一次认识很高兴 你好谢谢 你好 后来粉丝上台送她礼物 又被她扔到了地上 还有我的粉丝 怎么这么奇怪 准备了一些道具 嗯 背锅的那个锅是吗 嗯 甩锅 这是甩锅 谁捡就甩给谁 难道是粉丝送的礼物太重 一下子没拿稳吗 另一位粉丝拿着扇子 想和她合个影 却被她连说了几句吐 这好吐哦 我这 你们怎么会拿这么吐的东西啊 好像就这样吧 挡住脸 这样大家都不知道 是我拿这么吐的 那今天这个合影 她得到了什么 没有 这样大家都不知道 是我拿这么吐的东西啊 后来又给她送上了一个影员道具 耿着的她又吐槽说 可以批哈 可以批 这个也太难看了吧 这个成本也都十块了呀 最多十五不能再多了 这种粉丝买了个大蛋糕 想替她提前过个生日 粉丝的生日歌唱一半 就我为她叫听 生日快乐 请停停停 好谢谢 生日快乐 好谢谢谢谢 这是粉丝加年 好多人 咱们下还有好多人 好 祝你生日快乐 好谢谢 一次郭文在节目中 管理一下自己的学校中戏 作为北颖的杨蜜 听不下去 郭文还想上前讨个说法 谁知又要为她欣赏了 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 你要特别牛的告诉我 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 我让她求她 被连续怼了好几次 郭文此时的心里恐怕挺郁闷的吧